1、2、3 嘿嘿嘿嘿 嘿呀 它的地理位置我覺得很方便啦 就是高雄捷運的2號出口這邊一出來 而且是四星級的飯店賣的便當 你猜這樣一個多少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瑞克 今天的話我們剛從我們到了高雄 剛從高雄的捷運巨蛋站出來 這一次我們到高雄住宿的飯店 它的地理位置我覺得很方便啦 就是高雄捷運的2號出口這邊一出來 然後就在這邊這一棟就是白色 然後它這邊很方便的是說它這邊就是 走過去就是那個很有名的瑞鳳夜市 那我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咯 這個可以學一下 好 這裡有住一個晚上 對 蠻舒服的喔 這是四星級的 結果它一進來 它直接這邊超好味 就全部都給一個 餅乾啊 超多的 我們這一次安排在701 七樓耶 算比較高的 是這個嗎 好 嗶嗶在這邊咯 它好酷喔 它是一個圖案 各位啊 我們好想搬來中南部住 中部南部都可以 靠超便宜的 我剛才去外面想說 到對面去買個咖啡 然後因為這家酒店它自己有那個 西餐嘛 然後看到他們就擺出來 擺那個便當 然後想說 去看一下 哇超便宜 超便宜的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買兩個 一個是這一個 雞胸 那個酥肥雞 然後它還有烘蛋 烤番茄 烤馬鈴薯 跟 藜麥 還有花椰菜 然後 而且一個那麼大一個喔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豬腩 上面是豬的 這個烤豬肉的 豬腩的肉 然後一樣有烘蛋 烤馬鈴薯 藜麥 跟花椰 青花菜 而且這兩個都超重的喔 那麼大喔 它不是小盒的喔 它不是到7000那樣小 而它是一個大的便當的車 而且是 四星級的 飯店賣的便當 你猜這樣一個多少 九十塊 我告訴你 不誇張 台北四星級的飯店 如果它賣便當 這個一個要250 或300 90塊耶 台北很多的那個什麼 便當店都比這個貴了 這個是酒店賣的 幹 那個媽不要當話了 台北太貴XX 帥喔 那時候消音了 真的超級便宜的耶 它烘蛋是很厚的喔 它烘蛋超厚 它烘蛋好好吃喔 它烘蛋好好吃喔 完全沒有 醋頭 糖醋的豬腩 可能很多中南部的朋友會覺得我們太浮誇 可是因為我們在住在 我是宜蘭人 住在台北你會真的 台北的物價真的是高很多 所以台北基本上 飯店賣便當 我們是不可能連 連參考都不會去參考的 加上它又是四星級的 如果真的不誇張 台北四星級的酒店 它如果真的拿便當出來賣 至少都是250幾條啦 而且可能菜色還比這個小一點 吃 這樣 這個是一個額外的差距 好啦 我來給大家 Rune 2喔 進來以後 它的 感覺就是那種 紐約市酒店風 它主要是用 灰 黑幕 跟白色為基地 然後有一個 大床 一個大床 然後 舒服 兩邊床的 兩邊都有 台燈 可是可惜呀 沒有插座 它坐在這邊 然後它還有一個 膠囊的咖啡機 然後它說膠囊咖啡機都可以用 它有三個口味 那底下是什麼 這個是冰箱 冰箱裡面它說這個都可以喝喔 確定喔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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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大電視 這應該是40寸 左右 還有一個很大的工作台 這邊就是可以在這邊打電腦剪片 不錯 大的落地窗 那我們是在7樓 可以看 這是看出去的這個 這個是看出去的風景 然後 廁所來給大家看一下 進來的話 就是 很舒服 然後底下有個毛巾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 琉璃台 然後都有被瓶 被瓶也看起來都很不錯 然後這樣可以看到裡面 這是我的看 喔 它上面有這個 非禮物式的布木下來了 然後它是乾絲分離 有兩間 可是比較可惜是沒有浴缸 然後 這一邊的話是 欸很棒 免治馬桶耶 它的牙刷放在這邊 旁邊有一個櫃子拉出來 然後裡面也有毛巾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的 鏡子 然後 我很期待它的早餐 明天我們再拍早餐給大家看喔 現在8點多 9點 現在9點了 我們要趕快趕在 10點早餐結束前 去拍一下這一個 好謝謝 環境很漂亮 有一個落地窗的環境 舒服 麵包 青粥小菜 配料也是蠻多的 再來的話 冷盤的話有 凱撒跟油醋沙拉 然後還有很多的起司 好特別喔 還有這個芋頭 然後通心粉 火腿 馬鈴薯泥 有這個培根 然後炸洋蔥圈 跟香腸 然後有熱牛奶 熱咖啡 然後有給你優格跟 納豆 然後還有水果 果汁 然後這個是 這是味噌湯吧 然後還有蔬菜 喔 控肉飯耶 烤肉 牛醬 一來一來 跟哎呀我最愛的 第一次是奶油炒蛋 看得不錯喔 餐點台灣也是 蔬菜 健康型 這邊的話是 炒蛋我最喜歡的炒蛋 它炒蛋看起來不錯 然後 控肉 起司 培根 早餐腸 再來的話這個是 沙拉跟雞胸肉 來吃吃看它的炒蛋 嗯 炒蛋不錯 吃吃看它的控肉 嗯 北部口味的控肉耶 早餐廠 那這邊早餐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今天的話這一間高雄的這個 帕可麗的四星酒店的介紹就到這邊 總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飯店房間的本身的表現很不錯 不失一個四星級的水準 可是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那個浴缸 免治馬桶 可能我太胖了 可是免治馬桶老實講 它真的是我看過最小的免治馬桶 因為它的洞口差不多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男生啊如果提醒比較大一點的 你在對準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去噴到旁邊 那 膠囊咖啡機啊 或者是一些茶包什麼之類的 都算不錯 我看來看它茶包是 那個台北萬華區的百年老店的 茶葉做的 所以也算是有一定的水準 CP值來講 因為我們是住禮拜五到禮拜六 所以比較貴 一個晚上是三千九百五十塊 那 這樣子的價格來講 在國內來講算是比較 中間的價格 所以說如果是以平日它可以兩千多塊的話 我覺得非常的 對不對 咳咳咳 啊鳥為 兩千多塊 中間 平日還有復早餐的情況下的話 我會覺得CP值不錯 那始終的話 早餐來講我覺得 嗯 東西算是 普通 算普通 但是是乾淨的 那服務也很好 早餐種類有一點略顯 比較少一點點 但是 幸好基本的 早餐廠 培根跟炒蛋 這幾個我最喜歡的都有 今天的飯店的地址 相關資料我會放在 這個影片的下面 那如果你們有其他的 全台各地的住宿的覺得不錯 覺得不錯的話 歡迎留言我們一起交流囉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